278 文匯報 有機會有空間一定服務 2015年7月14日重要新聞 A02特稿特首梁振英時次訪經 被個別傳媒抹黑為求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梁振英昨日批評 有些傳媒多年來造謠聖聖 並強調負面揣測沒有意思 對特區政府推動工作也沒有幫助 被問到連任的問題 他說只要有機會、有空間 一定會盡最大努力服務香港 批有些媒體造謠聖聖 梁振英昨日在總結行程時 被多次問到求見傳聞 他批評香港有些傳媒過去這麼多年 大家看多了,都可以有個結論 就是造謠聖聖 相信讀者眼睛說亮 他指自己沒有看過有關報導 有說實在太多傳言 總要找一些負面的角度 甚至無眾生有去造謠 根橋取閉斷誇大 他俗說 總有一方會提出會見 如果是張德江委員長提出的 也會有人找一個負面角度 問他是否被張委員長召見 所以我看這些的傳測 一時沒有意思 第二對我們推動工作沒有什麼幫助 對於張委員長有否要求 任何人為政改方案被否決問責 梁振英再三強調張委員長十分滿意 高度肯定我們的工作 被問到張委員長表示繼續支持他及特區政府 可否理解為他支持自己完成任期甚至連任 梁振英表示沒有需要作過分解讀 至於我自己連任的問題 只要有機會、有空間 我一定會盡我最大努力為香港社會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庭佳 北京報導